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奇无语》 影片一开场,高僧王大白正在给女孩去磨呢 只见王大白口中是念念有词 什么吃葡萄不赌葡萄瓶,不吃葡萄倒董啊 鬼一听哈喇叨都留下来 家境贫寒的春花是一名高中生 他妈咪为了他的学业特意带着他从乡下来到曼谷上学 由于没什么钱,只好租住在了高租婆的公寓里 一大早春花去上学的时候偶遇了学长铁锤 铁锤对春花是一见钟情欲罢不能 为了获得春花的好感,这哥们整天徐寒温暖心心情 时不时的还来点小言小会 为了加快进度,铁锤主动帮春花补客 这种流行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已经烂大街的抛牛手段虽然有点过失 但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还正管用 哎呀,难怪人们都说女孩要护养 女孩子只有见多识广 才不会被一碗瓦朗烫给别人看 精神的慰藉加上物质的引诱 春花很快就被铁锤的唐一炮弹炸弹炸断了最后的防线 没过多久,春花和铁锤的事就被铁锤的妈咪发现 铁锤的爹地是个奸商 这些年坑蒙拐骗可挣了不少钱 铁锤的妈咪认为 春花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就是为了钱 要说这老娘们真不是个玩意 说话尖酸刻薄而且还不带当字 把春花当场就给妈哭了 春花的妈咪说我的傻闺女 你现在还年轻,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你和铁锤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真嫁过去了也是活受罪 他妈咪那老妖婆折磨人的手段 杨老爷见了都干啥 听人劝吃饱饭我看还是算了 春花的妈咪苦口婆心说了半天 可春花一句也没听进去 该联系还是照样联系 为了彻底把铁锤和春花拆散 铁锤的妈咪把铁锤转学到了外面 收到铁锤的短信之后 春花是倍感失落 虽然铁锤信实淡淡说海孤实烂永不变 可现如今外面是百花正宴 铁锤能否为他毒手谁也说过 铁锤走了没多久 春花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哎呀我发现全世界的电影 在这方面都是一个套路 你没让那些结婚多年 都怀不上孩子的夫妻情何以看 春花的妈咪一看气得是花质乱颤 拽着春花就上了医院了 也该着春花倒霉 遇见了两位蒙古大夫 在手术的过程中 春花由于大出血不幸挂掉 春花死后是阴魂不散的 继续留在家里等着铁锤 春花的妈咪触景生情难过都行 春花一看妈咪这么伤心 于是便使用超能力 告诉妈咪自己还在 她妈咪一看当时就吓尿了 急忙凶晃一招仨子了 公寓的包租婆以前曾是小包记者 谁家的男人披了腿 谁家的女人出了鬼 她都没清 大名胡同串子 小名报大厅 春花的死讯她是第一个知道 当她把这件事跟租客们一说 这几位全都吓了一条 春花自打变成鬼之后 也不用上学了 百无聊了她便开始吓唬人玩 被吓尿的包租婆急忙给春花的妈咪打了一电话 说赶快把春花给撑脏了 不然我的租客全都跑光了 铁锤虽然人在外里 但一直挂念了春花 可遗憾的是 她跟春花再也联系不上了 为了不让春花再瞎折腾 早点头在转时 春花的妈咪请来 神婆为自己的女儿超度 神婆一进屋 春花就看出这娘们是夜包子进宅无视不来 于是上去就在神婆的脸上挠了一大口子 神婆吓得活都没了 放了一个屁边尿毒而去 春花的妈咪说 大姐你这什么情况 怎么破了像 神婆说我刚打的玻尿酸 就被你闺女给挠烂了 这笔账我得找你算 由于一直联系不上春花 铁锤这心里是七上八下 于是她撒了个谎 准备回去看看春花 要说这春花也是真够调皮 一到晚上就出来做药 不图名不图利就推了 很快公寓里的那些租客就受不了 这些人全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 搬走啊 确实在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于是大家联合在一起 逼着包租婆想办 包租婆经过深思熟虑心生一计 花钱把灵媒师鸡贼叔请过来去摸 从鸡贼叔这一身形状上来看 似乎比别人能多吃鸡肉快拍 可这业务水平也不行 估计跟之前那神婆是一个老是交出的 可鸡贼叔觉得自己不含糊 一进屋就跟春花掐了起来 被春花一个小媳妇摔砖就做梦天了 到了晚上 铁锤坐着出租车来到了春花眼 春花早就知道铁锤要来 提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温馨的画面如梦似幻 没有丝毫的破绽 老婆孩子热炕头 吃瓜的铁锤可高兴快 本来铁锤想带着春花和孩子出去搓一堆 可由于春花不愿意去 铁锤只好一个人到楼下去买饭 哎呀 要说这电影可真是会省钱 随随便便弄几个盒饭就把春花给打破了 在买盒饭的时候 铁锤发现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铁锤说你们这什么情况 一副火箭尾的样子 龙套妹本打算把实情告诉铁锤 但却被超市的小胖给拦住了 小胖说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要那么多嘴招人的女鬼 铁锤说过几天我就跟我妈谈 到时候咱俩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 然后快快乐乐的过来的小日子 春花说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要活在当下 过一天算一天了 铁锤回到家 说妈咪我想跟春花结婚的 他妈咪一听吓了一跳 说别开过去玩笑 春花已经交翻票了 铁锤一听可气得不行了 母子俩话不投机 铁锤是拂救而去 回到春花家之后 为了验证妈咪说的话 铁锤给儿子拍两张照片 这一拍不要紧 孩子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 把铁锤当时就吓鸟 要说春花的超能力呢 可不是一般的强 给铁锤制造的幻象 简直是低水不漏 铁锤在春花屋里待了一个多礼拜 把包租婆等人给吓坏了 这几位觉得呀 这么下去可不是万分 于是被把开头那位高僧王的白 请了过来 这王的白跟之前那两位扮仙可不一样 什么降妖抚摸送盒饭 招魂通灵电气汉 就没有他不会干 由于年龄大了 王的白这些年主要的业务 基本上都是为那些被鬼附身的人去摸 真正面对面和鬼硬刚的活早就不见了 听了包租婆等人的讲述 王的白本来不想答应 可架不住包租婆和龙套妹的苦苦哀求 最后还是答应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王的白虽然修行多年 可六根还不是太精精 包租婆等人走了之后 王的白便开始着手收拾春花 王的白这边刚一念经 春花那边马上就感知到了 到了晚上 王的白带着助手来到了公寓 要说还得是王的白 毕竟是得到高次 平领傍朗可把冲儿走得不轻 本来王的白打算把冲花给收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铁锤抱着儿子进屋 此时的铁锤还在幻想中没出来 王的白猛的一发工 铁锤这样才算看到了真相 要说铁锤这孩子是真不错 为了能和冲花在一起 这哥们跑到马路上 让铁锤把自己撞死 影片的最后 在铁锤苦苦的哀求下 六根不敬的高三 王的白居然放了 这三个鬼魂一马 不过毕竟是人鬼殊途 为了安全起见 王的白将铁锤一家三口 永远禁锢在了房间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海枯石烂永不变 光拿嘴说不能算 如果的确是真爱 那就一起领喝饭